昨天和前天 臺東和花蓮地區發生地震 各地陸續傳出災情 我們全體的警交同仁 都在第一個時間全力投入救災工作 昨天晚間 我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四島 因為工作人員忙碌 古董不足 以至於原線作業是有一些疏失 沒有能夠與兩位縣長以及救災團隊有溝通的機會 對此 我要向兩位縣長以及在花蓮和臺東的救災團隊表示歉意 但是我們後續還有很多工作要進行 中央地方我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各項運作 盡早恢復正常 今天 市院長也將帶領行政團隊赴災區去慰問 並到災區現場了解收救的最新進度 我要感謝所有警銷和收救人員 在第一個時間就趕赴現場救援 並且回報現場的狀況 讓我們的民眾有所掌握 每當有天災事變的時候 最辛苦的就是我們第一線的警銷同仁 我要代表全體國人 向各位至上最深的感謝 大家真的辛苦了 在接下來的收救和場修的工作當中 我也希望我們相關的收救同仁及工程人員 務必要注意安全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